周深失踪了好多时日的话筒竟然又被抢了 在腾讯年会上周深演唱了三首歌 在演唱完璀璨冒险人后 周深送给腾讯小伙伴新年祝福 在新的一年飞黄腾达 所有最好的讯息都立马奔向你 然后高级副总裁西单上台 要代表腾讯给周深送礼物 因为没带话筒 两个主持人又没有眼力件 于是周深就把自己的话筒给了副总 以至于后面自己要讲话时没了话筒 不得不俯身到副总拿着的话筒边讲话 而且顺口就唱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 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 不过深深你好像忘记了 是你主动把自己的话筒交到副总手里的 哈哈 好在副总在下去的时候 把话筒还给了周深 周深又说我拿回了我的一切 这临场应变简直绝了 既缓解了尴尬又活跃了气氛 怪不得现场小伙伴在晚会后 纷纷说 被周深圈粉歌唱的高 人又有趣 而且很真诚 哎 周深只是去个年会 就又吸引了一大批路人转粉 还多是程序员 这以后抢票恐怕更困难了 怎么抢得过程序员呢 最后不得不感叹 周深最近几年真的穿什么都好看 Migeno冬季系列 冰河蓝小乡风外套 白色西装 阔腿裤 清爽又金贵 还有周Icon系列的项链戒指 加上天籁之音 传递着坚守 折射着耀眼光芒 你喜欢吗 这次进行谈的 谈一句话 谈 门 芒 这偿 门 详